小金剛 會客室 小金剛 會客室 高雄要出社 這回來做南臺灣之社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理會員 康蒂家 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滿眠春風 幸如有風 我是高雄秀勤說 我是高雄秀勤說 樂觀積極 往前衝 你現在收聽的是飛碟聯播網 南臺灣之聲 每週日晚上六點到七點 由我主持的節目 小金剛 會客室 台南高雄屏東收聽飛碟聯播網 南臺灣之聲FM103.9 YouTube直播UFO1039 並且追蹤我的臉書 高雄小金剛 許智傑 以及IG L11R0105 今天節目裡面邀請的是我們 高雄市在地創生協會 理事長 我們楊書好 理事長 書好 你好 哈囉 委員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書好 書好 現在我們不稱他為理事長 我們稱他為村長 我們稱他為村長 不敢當 不敢當 在我們黃埔新村裡面呢 書好也幫助了很多我們黃埔的 理出待戶啦 那黃埔的很多那邊的住戶的一個需求 跟意見的反應等等 還有偶爾我們搬一些市集 那也吸引很多年輕朋友 外地朋友到我們風山來參觀 所以呢 我也很謝謝書好 因為在黃埔呢 幫我們創造一個新生的基地 那未來好還要更好 對 是 所以呢 我們今天是不是先請書好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黃埔的歷史嚴格 你那邊的概念 也讓我們聽眾朋友了解一下這個歷史 好 沒問題 其實黃埔新村 如果我們從建築物體來看 進到村池就會發現 每一棟每一棟的建築物 他旁邊都有一支高聳的煙囪 那這個煙囪 他其實這一棟的建築物 他是磚木混造的一個架高木結構的房舍 那他是來自於日治時期所蓋的 那後期因為政府推動了這個已住待戶 那從早期的日治時期蓋的房舍 然後經過了國民政府 然後到後來的眷村的生活樣態 那眷村改建以後 後期的眷村文化保存 才有新的這些住民住進來這個場域空間 那這個黃埔新村早期 他是一個叫做城鎮新村 他是由孫黎仁將軍來台灣破壞的一個村子 那大部分住在裡面的人 幾乎都是孫黎仁將軍的部署的一個眷屬這樣子 那大家就在裡面的一個生活的一個軌跡 然後累積了後期所謂坦德眷村文化 那早期的這個村子叫做城鎮新村 所以裡面就有一個城鎮國小 所以現在還在的城鎮國小 那後期因為孫黎仁將軍因為被軟禁 所以整個城鎮這個名字才改成了黃埔 所以黃埔新村的歷史的嚴格 大概是這個脈 我這邊還要補充一點 就是很多人拿屏東省立新村 說那邊成立的很好 那當然這是我們的目標之一 那勝利新村跟黃埔新村是有淵源的 一樣都是孫黎仁將軍 那時候帶過來的部隊 那只是說他們那邊的房子比較大 因為他們那邊住的都是將軍 我們這邊房子比較小 因為我們住的都是士兵 士官兵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是當時部隊的區分 這個我們也是莫可奈何 對 但是反正大有大的好處 小小的溫暖 對沒錯 所以我們黃埔呢 就是在所有的捐捐改建之後 也曾經沉寂一段時間 對是 那我想還要特別提到了 林旺的故事 是不是請蘇豪也跟我們講一下 對對對 當時候孫黎仁將軍的部隊來到村子 他順就是從緬甸那時候撤退的時候 就順便帶了好幾頭大象 三隻戰象 其中有三隻大象來到我們高雄鳳山 然後鳳山是進到我們灣子投營區 那這個 贏區就是目前的陸軍官校 步兵學校 中正育校這一個範圍 對 那林旺大象進駐到灣子投營區 他常常都會到村子的東南方的草坡 去那邊吃草然後喝水 因為大象會喜歡洗澡 林旺非常喜歡泡水 愛乾淨 愛乾淨 對 所以他都在村子的學校 城鎮小學的東南方那邊 那村子的孩子就很喜歡跟他互動 所以林旺大象早期他叫做阿妹 他的緬甸的名字叫阿妹 是後來 我還不知道他叫阿妹 我只知道他的林旺 他叫阿妹啊 他叫阿妹 那後來大概是43年 孫將軍把他捲給台北動物園的時候 在記者會上面他才被取名叫做 其實在叫林旺阿 那可能是發音的關係 所以變成林旺 也不錯阿 到後期他是真的很旺阿 林旺大象 林旺爺爺爺也活了大概86歲 他最常受的亞洲象之一 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記得 在鳳山有三隻象叫做林旺 馬蘭阿佩 那阿佩先走了 那就是他們先到台北的原山動物園 那後來又到了木柵動物園 對就改為木柵動物園 所以林旺爺爺呢 事實上在台灣很多小朋友的童年記憶裡面 都有林旺的印象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說林旺 其實我在陸軍官校有做一個小小的林旺園區 那時候是我當鳳山市長的時候 那經費是鳳山市公所出的 做是陸軍官校幫忙做的 在陸軍官校裡面有個小小的林旺園區 那當然就是在黃埔 我也希望能夠留一個林旺的紀念 我想書豪這邊已經跟文化局都有規劃了 我們期待說如果在村子的一個草地廣場 有一座可以也是一種遮蔭的一個設施 那這個遮蔭的設施又是一個林旺的意象的話 那對整個村子來看 他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量體 然後也是一個亮點 所以你如果到黃埔來 你就要記得兩個歷史 一個就是孫立人 將軍登壇的部隊 一個就是林旺跟動物園的印象 這個是我們鳳山黃埔留下來的一個歷史的記憶 是沒錯 那這裡其實我也覺得非常的感動 就是說黃埔新村在縣市合併之前 其實本來規劃是要被拆掉的 那個時候縣市合併之後 我一發現 怎麼會規劃拆掉 這個是我不能接受的 所以後來我就去找文化局 市政文化局國防部 對 那就是說這個部分不應該拆 是 因為這是台灣第一代眷村 那最有歷史意義 對 而且又正好在陸軍官校對面 對面 他又有一個現在現存的 我們鳳山是全國唯一有三所軍校 對 存在的一個城市 對 沒錯 一個城區 好 所以三所軍校再加上我們留下紅埔新村 這樣子做一個結合最恰當 對 所以當時其實我也花了不少的力氣 去把紅埔新村留下來 所以其實我可以很大聲的說 如果沒有許智傑 紅埔現在已經被拆掉了 就被拆掉了 所以這個是 我在鳳山的歷史裡面留下一點點 記憶 很多的 很多 那當然就說 既然留下來了 以後要怎麼發展 現在在發展什麼 所以我們等一下 進廣告休息一下 我們再請我們的舒豪理事長 我們的村長 跟我們講一下 現在在裡面以住待戶的狀況 那也讓大家了解一下 未來我們還要繼續再發展 所以各位先了解現狀 未來如果有興趣 大家一起來讓黃埔更活絡 讓黃埔更為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留下一個很好的觀光點 或者是藝術點 或者是人文點等等的都可以 所以我們期待黃埔未來的蛻變 好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我們東區怎麼省省一萬吧 西區不會省省多少 我怎麼不記得 2億萬 2億萬 村的市政府到村吧 對 嗯 好 歡迎再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好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我們黃埔 我們的村長 我們的楊舒豪理事長 舒豪你好 好 委員好 剛提到的是黃埔留下來之後 當然就是要怎麼樣可以好好的使用 對 因為眷村的好朋友 都已經搬到公協比較多 公協行程比較多 好 那這個地方留下來呢 本來其實是很好玩 我本來只是要求說你至少留下來 國防部是說沒有辦法全留 所以我當時就說不然先把東區留下來 是 那東區留下來一陣子 既然可以留東區了 那西區呢 他們本來也是打算要賣掉的 後來我就說那東區留下來 不如你全區都留下來 所以這也是一步一步 今天黃埔可以全區留下來 其實後面真的是我著力很多 那當然我很感謝文化局 還有國防部的幫忙 那留下來之後呢 當然首先你要能夠用 就是要先修復 對 是 所以也找文化部的文資局 他們是大頭出集的大頭 那當然市府都有配合款 所以我們在東區的修復呢 就申請了總共有一億多 那西區有兩億多 其實市府也出不少錢 要感謝市府跟有一些議員 其實也很關心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把全區留下來修復 實際上修復工作不是三天兩夜 是 沒錯 那房子如果放著沒有人住 也不太好 所以文化局就啟動了 這個以住待戶的計畫 是 那蘇豪也是因為以住待戶這個姻緣 對 進到了我們的黃埔 對 所以可不可以讓蘇豪跟我們說明一下 就是你進來的進入歷程啊 或者是說這麼多人進來 現在在黃埔的以住待戶的計畫當中 大家大部分都在做什麼樣的活動 或是如何去參與黃埔的現在的規劃 好 OK 我大概是從104年底接受到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有在推以住待戶這個計畫 然後那時候已經進入了第二期的維生了 那我從第三期大概105年開始去申請 然後連續了兩次的落選 那不是你去申請就可以進入喔 他會有一些的評審的一個作業 然後到了第五期的全民修屋 才運用了一個叫做 用台灣的木材來修復台灣的歷史建築物 然後減少我們修復材料的碳足跡 然後這些的木材又可以換成固碳率 就是現在在比較夯的叫做進林排探 就用這個概念然後進到村子了 那這一棟我申請的這一棟屋子剛好是 城鎮小學的第一任校長 王錦佑王校長跟孫菊老師的家 那這個王校長也是孫立仁將軍的媚婿 所以他跟孫立仁將軍很近 對很有源源 那他們家除了自家的三個小孩以外 還有孫將軍的五位異子也住在他們家裡面 異子 因為那時候是這些孩子是幼年兵 那當時候幼年兵的這個團隊被解散以後 孫將軍覺得要把這一件事情 這些沒有父母的孩子 然後就托付給媚婿他去造養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住在那個屋子裡面 哇這有些小故事你不說我還沒了解那麼細 可是因為我們進到村子去修復這個屋子的時候 常常會有眷村的長輩 然後常常會到村子去看我們修房子 就覺得說以前的房子我們是怎麼住怎麼修的 那經過了很多長輩在談 我們也覺得說這個確實是眷村的一個文理 所以後期我們在修復的過程裡面的一些規劃 才有做了一些小調整 對把整個黃埔新村從日治時期到閩南 到後期的眷村時代到後期的眷改這樣子 所以就分隔四個時期 那其實村子裡面早期就是一個大江南北的一個融合 所以他不只是村子這一群人住 其實很多的是人文的這一件事 生活的日常才會造就的一個文化的堆疊 所以我們從修屋子修完以後 很極力的去推廣我們在談的眷村文化 那因為我不是眷村子弟 我們是鳳山 鳳山小孩跟委員一樣 我們都自立地鳳山在行塑這個家的這一件事情 那眷村我們入住以後 他就是成為我的家 所以我們除了在村子住以外 就開始在推眷村文化 包括去做的導覽 包括去做的眷村食療 用食物的這一件事情 邀請長輩來分享他們當時候的 生活日常這些家常菜的一個小故事 那裡面可能就會有其中一項就是香香蛋糕 他是一個湖南的家鄉蛋糕 那這一道菜確實在坊間上是沒看見的 那因為我們在做這一件事情才會有長輩 他來分享他的家鄉菜 我們才覺得蛋糕 香香蛋糕 他是一個鹹的 他很像台灣的鹹粿 但是他又做的有點像蛋糕 他的形狀 因為他上面的那一個最上面的那一層是蛋黃 所以他圓形的呈現 看起來就像蛋糕一樣 但是這一個料理 你剛才帶我來吃一下 現在我都在教小朋友 小朋友做這個 他的料理除了單吃以外 他主要是下在火鍋裡面 所以他就是變成一個 那個早期我聽眷村長輩他們說 他們只有逢年過節 才吃得到這一道菜 因為以前的生活比較困苦 所以要有肉的這個食材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贏得用的這個馬鈴薯泥 然後或這些的肉餡 然後做成去蒸出來的一個蛋糕 香香蛋糕 湖南的家鄉蛋糕 他名字叫香香蛋糕 對他的香是三點水香性的香 湖南的家鄉 就是香 對湖南的家鄉 我也說香味的香 改天帶我太太去吃 我太太也叫阿翔 說香香蛋糕 她吃了就很適合 對對對 所以進到村子裡面 大家就很極力的在做 眷村文化的這一件事 那這個也是我們透過以住待戶 進到村子 我們想要好好的去把在地的文化 然後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一個傳承 對 其實我跟蘇豪 我們是分進合集 蘇豪在地以住待戶進來 對 事實上在早期呢 我那時候也請國防部規劃 是 就是說我今天黃埔未來 到底要規劃如何發展捐村的文化 是 所以我還甚至已經把一個眷村博物館的預定地設定出來了 那再來就是說我眷村的每一條巷子 黃埔的每一條巷子要建立什麼樣的眷村特色 對 這個是我一直念字在字 那也跟蘇豪講了很多次 是啊沒錯 那就是說我們從一個整體的文化 就兩個部分嘛 一個是你說先做一個規劃 是 然後就是按表操課 把它放進來 對 形成一個聚落 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 在地的自然而然的生成 是沒錯 那目前的以住待戶呢 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成 對 好自己的 很慢 創立自己的特色 對 那慢跟快呢 我覺得這裡倒是有一個還蠻好玩的 嗯 有時候我曾經 我在那個什麼 我的那個扣賞的心靈集團 裡面有一個集 做事有所謂要太極 太極是太極權的太極 太極權的太極就是 太極有它的節奏 有那個輕緩的次序 對 但是不要那個 吃筋弄破破破的太極 對 這個 太極權的太極是 有節奏有順序的 嗯 有快慢的 對 吃筋弄破破的太極 就真的很極 就很極 那這兩個太極呢 其實我 現在回想起來 就各有優雀點 是 當時如果照我們先規劃好 就 一下子就把它全部弄成眷村的文化 對 搞不好沒有自然生成的那麼貼切 對 那現在宇宙待戶已經住住了 進來好幾年了 對 慢慢的各自發展特色 對 你包括 眷村的特色書 那邊有很多眷村的文物 是 大家可以來 購買 對 重點不是做生意 重點是 這是眷村的文化 是啊 那另外就是說 還有一些 就是 藝術家 是 也有進駐 進駐在裡面 對 所以這也是自然而然生成的 那最近呢 我們又引進客家文創中心 對 那 那在幾 一兩個月前我還帶客委會主委 是 跟原民會的主委一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除了客家 進來之外 我希望原住民也可以進來 所以呢 我覺得 如果當時很快 就全部變成眷村的特色 是 它是一個優點 對 但是可能今天客家就沒有機會進來了 那也因為 沒有那麼快 所以 除了現在生成的 在地生成的文化 會比較有自然生成的味道 對 人情味 之外 那就說包括 客家正好在這個時候也進來了 那 未來 我還希望說 把原住民 跟新住民 也一起請他們進來 對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 像前鎮有個原住民館 是 它那邊有很多的原住民的商品 是 但是它那邊有一個缺點就是 沒有足夠的活動的場域 所以 我跟中央的原住民委員會 也跟地方的原住民委員會談過 就是說 啊 這裡 如果可以再設一個原住民的點 是 那我們再找新住民的點 那這裡就可以變成多元族群 那除了我原來眷村的文化 保留 會多一點 是 那再來就是說 我客家新住民原住民也都進來 甚至其實我還有一個心願 我想要完成 我那天有跟郭建盟議員講 我說你爸爸 在鳳山的衛員離開 那是從我當鳳山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開始辦 久久重陽老歌演唱 從那個時候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也謝謝歷任的區長 都有把我這個特色繼續延續下去 那在前幾年正好有一次郭金發 他唱秀肉掌 就在我們鳳山的衛尾 唱 其實他是有一點令人感動 抱歉 就是他唱歌 在舞台上唱歌唱到秀肉掌唱到完 他的招牌就是唱到完之後 他是喊到秀肉掌 他竟然是唱到完然後喊秀肉掌喊到完 那秀肉掌完結束的時候倒下去 就離開 那有一點就是將軍戰時沙場 在你最喜歡的戰場上 離開 那當然就是說他 讓大家覺得很悲傷很難過很錯愕 但是就是說我 有一點想希望能夠紀念 一來就是郭金發歌手 二來就是我們鳳山的文化 老歌演唱 那我本來是希望在魏尾營 但是因為整個曲調可能不太一致 所以那時候我有努力在魏尾營有點困難 那正好我們這裡如果是個多元族群 是藝術文創基地 那這個地方倒是一個好的點子 那你就可以看到本省外省客家 原住民新住民 全部都在裡面 這個也是跟眷村的融合非常貼近的 對而且你看我說的我們中間這一條路 對正好是一個很大的活動的場域 對沒錯 所以這個將來我們如果一起來發展 我相信應該是會很有發展性的 對一定的 因為早期的眷村來自五股四海 那現在的這個眷村來自我們的四面八方的朋友 那眷村早期的一個組織 本來就有閩南客家原住民 因為他們在台灣落地生根 就跟我們台灣的地理的這些人文去做融合結合 才有新的下一代 所以像委員說的一個多元族群進到村子裡面 確實它會有別於其他的眷村文化場域的發展 因為各縣市都在操作眷村文化場域的一個再利用 那少了人文啊 那如果以黃埔新村來看 如果置入這樣子一個多元文化 那人的一個多元性 那就會行就新的一個眷村場域的一個人文特色 是非常棒的 對所以可能要拜託書好就把這些再規劃進來 是是是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想法都是在 衝擊中 對 大家要激發靈感 是沒錯沒錯 那我剛剛為什麼會提到太極權的太極 是有節奏 是 有輕慢緩重 對 好 那 那當時如果是吃金龍碰的太極 現在可能就沒有這種機會 對 沒錯沒錯 所以機會有時候就是慢慢的 很多的因緣 很多因緣不是你設定好就最好 我今天才跟人家講一個玩笑說 小美琴如果當時選立委是連任 今天可能就沒有當副總統 對啦 他那時候花蓮跟胡坤奇他們花蓮網選 然後小美琴當選過 然後那一次連任的時候又正好落選 然後他如果當選是繼續當立委 他落選小英總統也很欣賞他 他的才華也是在世所 到美國去當駐美大使 那又表現得很令人讚嘆 表現很出色 然後又得到賴清德 我們總統當選人 賴副總統 賴副總統 總統當選人的青睞 對 選他一起搭配 是 所以你看人生的每一個機遇 就是說你人生有高低峰 對 那你不見得每一個低潮 就一定要難過 低潮是給你成長的養分 是 那你經過那個挫折 你如果能夠蛻變再生 對 你可以走出人生後另外一個境界 是 或者是另外一個巔峰 所以你看美琴就是這樣 對 有時候我會覺得人生喔 不是你可以規劃怎麼樣就一定怎麼樣 對 有很多那個就是自然生成 對自然生成 所以我有一句話就是做事進本分 結果看緣分 是 你不管在哪裡你盡你的本分 對 沒錯 那你將來的緣分很難講 對 就像舒豪在黃埔這麼多年 對 我跟舒豪講了 大概也不下十次了 很多喔 好幾年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創造我們黃埔的特色 嗯 那 你也一直在思考 我也一直在思考 對 那現在 找到合適的機緣 對 我覺得現在這個姻緣 對 客家文献中心其實就是個因緣 是啊 其實我也跟我們的楊瑞霞主委在討論 就是客家在都會客家 嗯 都會客家跟原鄉客家是不一樣 不一樣 那 一般的講到客家 大部分人重視的都是原鄉客家 啊 啊 那我是全國第一個提出都會客家的 客家基本法的修法 嗯 是啊 雖然現在還沒完成 但是我已經先提出這樣一個修法 的一個法案 嗯 啊 那等到我們2月1號就職之後 啊 我會現在又新的一任了 2月1號又新的一任 那我會把這個推動到成功 啊 啊所以你看喔 這個都會客家 對啊 我那次要跟楊瑞霞主委在討論 是 那鳳山要設一個客家文創中心 在哪裡 後來我們覺得說啊 黃埔這個地方 嗯 空間 場域 都是蠻適合的一個店 沒錯 所以才會有這個姻緣 啊 我們就決定說啊 那就來我們的黃澎湖 啊 那也因為這個姻緣 欸我們 就 已經進駐之後 嗯 啊 那又想到陳青虎 他那邊要做個原住民族博物館 是 你知道全世界藍島羽系的龍頭老大 喔 是台灣欸 欸 藍島羽系啦 嗯 現在紐西蘭的原住民 是毛利人 都認為他們的祖先來自於台灣 喔 所以整個藍島羽系 我們台灣是龍頭老大 嗯 那也因為我去 Push這個原住民族博物館 是 的 籌劍啊 其實那裡其實以前已經準了 但是有一些問題 好 所以還沒動 那我去Push他 重新再動起來 啊 因為這個因為我就想到說 那原住民再進來我們黃埔 嗯 他那個是整個方向跟格局是不同 他是世界的 藍島羽系的 那我們這邊是台灣的原住民 或者是世界原住民的一個 活動的場域等等 我們可以另外再做規劃 也就是說 我把客家 眷村 對 新住民 原住民 對 台灣藝術館 融合在我們黃埔 包括藝術家 嗯 所以將來我們其實會有一個翻天覆地 創作一個可歌可泣 一個故事 好的一個好地方 所以呢我想 那個蘇豪再想一下你的點子 是 那我會再跟文化局 好 再跟各個不同的單位 再做一下思考 是 我們將來好好的來讓黃埔 再一次的翻轉 好 我們今天是要廣告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看 黃埔未來要怎麼翻轉 好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所以對新的你有什麼想法嗎 新的我覺得 其實有很多民眾在談 嗯 眷村的活化 其實大家 覺得 欸 屏東盛益新村 好是好 但是少了 人 人的這個溫度 它就變成 因為 真的很多人說 你們黃埔新村 好認真理啊 因為有人 跟民眾互動 那種談 不是說 他這樣沒有人大 好 他那裡會互動 欸 你要買什麼商品 那些什麼 他的互動是很直接的商業行為 但是黃埔新村的互動是說 欸 我們這裡 我們這一棟是 柏底釀青森的房子 我們這一棟是 王校長的房子 等一下再來講一下 我們就有 立宿的這個事情 嗯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做一下 不一樣的比較 OK 好 歡迎再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我們黃埔的村長 我們的楊舒豪理事長 舒豪你好 好 委員好 官長好 所以 我想聽一下舒豪的意見 就是說 我們現在重新思考黃埔的未來 是 好 那 舒豪就是 我可能會再跟文化局啦 文化部啦 對 圓民 委員會啦 還有 新住民 各個單位 我會再去做一個後續的聯繫 那當然就是說 在這個 以後的多元文化跟藝術 文創基地的一個概念 是不是舒豪有沒有什麼想法 可以提供我們參考 其實 很多遊客 民眾來到黃埔新村 他們 跟我們在互動 他們會覺得 黃埔新村跟其他的眷村發展不太一樣 是來自於 入住的這一群人 跟民眾的互動 是談的是一個人文歷史 有別於其他的眷村所談的 他可能就是一個商品的買賣 是不同的 那民眾他 進到村子 因為全台灣有50個眷村 保留的這個場域 那如果每一個場域都變成是商業直接的那種互動 那就會 少了人情味 少了人情味 會跟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那個老街再造 會淪為那樣子的一個後門 那我們期待說 有人的入住跟人的一個互動的這個模式 其實是可以把文化給傳承給遊客的 那遊客也很喜歡去聽在地的一個特色的一個人文歷史 因為不一定要花錢請導覽員 他其實直接來跟商家 然後跟在地的居民 他談 在地的居民就會跟他談 以前這一棟是誰的房子 那以前我們村子有林旺大象 以前我們村子有某某事件發生 他談的就會 所以不一樣的一個人文特色 所以我剛提到就是順利忍跟林旺 這是我們也有別於其他地方的 對確實是這樣 那後期的 假設像委員說的我們有 像有客家有原民有新住民 那這一群夥伴進駐以後 他也會分享他們的歷史文化 把客家的文化傳承給來的遊客 把原民的文化然後這些的物件 他的主要文化特色 推廣給來的民眾 新住民進到台灣的一些的生活樣態 他也可以透過溝通 然後把這些傳承出去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 黃埔新村的一個眷村場域 他才可以透過人 這個人情味 然後把我們的家傳承出去 這樣是有別於其他眷村發展的 所以你講的有道理 我在想說一個就是人情味的部分 跟一般的商店不一樣 對不一樣 一個就是活動的場域的部分 對活動的場域 跟一般的商店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那我今天如果我以住待戶 剛剛我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規劃各種不同的族群進來 那進來以後呢 就是說大家可以去留下 每一個他自己的原來的文化跟歷史 那也可以就是文化及生活嘛 對生活及文化 對沒錯 你能夠在你生活當中 表現出你的文化特色 對 那比如說那個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美食也很好吃耶 超讚的 對超讚的 各個族群的美食都有在地的特色 那其實他就可以 我還有吃還有介紹 對而且 我那時候看了一個影片是 客家人感謝原住民 為什麼感謝呢 就是說當時就是客家人 住到山坡地的時候 原住民住在山裡面 對然後他們之間的互動 然後又很多客家美食 也是有一些原住民教他們的喔 對喔 那就是說這中間 每一個互動 族群互動 除了早期 閩客會互相打架 對 這個都有歷史啊 對沒錯 但是你把這些歷史 放在我們活動的現場 是 我們這個現場其實 記載的就不是只是商業 對 我們記載的就是有文化的傳承 對 甚至呢 其實你像原住民活動 比如說你封連記也好 對 那我客家的那個婚禮 也好 對 就是我有一個場域可以辦活動 是沒錯 那個活動也才會有人跟人之間的接觸 對 也才會有人情味的產生 對真的 你如果純粹來就買東西吃東西就走了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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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進來以後你可以去租陸軍的服裝 那我們住在裡面的這些居民 你在假日裡面你就變成你的某個角色 你可能是順利人的角色 你可能是靈望大象的角色 你可能是國挺亮或者一些老伯伯的角色 在樹下講故事 民眾來他可以去著裝 然後去跟你做互動 然後沉浸式的一種生活體驗 他搞不好可以穿著當時後的時空背景的衣服 然後遊走在我們鳳山街上 那個是很貼近的 然後又可以拍照打卡 又可以有沉浸式的體驗 我覺得未來如果這樣發想 他可以造就鳳山的光光 對 回到過去展望未來 是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的鳳山光之記 對 現在也是我們黃埔裡面的人 在負責 對沒錯沒錯 他們就是藝術家 對他們是藝術家 所以你看這次的鳳山光之記 大概其實整個發想是從取展開始 是 所有的經費籌措 應該我是最大的一部分 謝謝委員 那當然也要謝謝很多我們的公部門 包括中央的單位 包括市政府民政局的協助 對 齊邁市長的協助 對 我們都感恩 那就是說 那光之記其實我們也希望說 就是表現出鳳山的特色 創造鳳山的特色 是 就跟我說的老歌 演唱會一樣 我們每一年都辦 我希望每一年都辦 對 包括光之記我也跟曲張講 我們不是今年辦 我們以後每年都辦 包括每一年的中秋節 我都會為孩子搬一個指風車在衛委員 包括我們鳳山的跑山校的活動 全國馬拉松 那個馬拉松比賽 我們跑山校只經過一個大馬路 其他的通通是在一個校園的場域裡面 那個真的是跑起來很舒服 對 所以有很多這些特色 我想我們 鳳山就是除了建設還有特色 是沒錯 我們一起再來努力 就是說把鳳山做得更好 所以黃埔青春我想 我們後續會再陸陸續續 再做國下再討論 那當然就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也麻煩舒好 就是整合 整理一下 黃埔目前以住戴戶的內部的住戶的意見 甚至外部有很多我們的市民朋友 對黃埔關注的 你有什麼意見 你就跟我們黃埔的村長聯絡 那我們做一下整合 是 那再跟文化局 以住戴戶那邊 我也先請他也開始做規劃 就是說 用這樣子一個多元族群 跟藝術的文創基地做規劃 是 那將來我們通通做這個大整合 我想 我們規劃出來 我比較希望說未來黃埔 有點類似高雄市的伯二 但是是不同特色 不同特色 你有你的特色 我有我的特色 是 你在海邊當然舒服 對 我在這邊多元族群 不一樣的味道 對 你會覺得有很多經驗 有很多驚喜 對 可能你以前不知道的東西 我覺得這邊 有很多豐富的展現給你看 是 所以未來黃埔 會是鳳山新創的一個亮點 對 我們繼續努力 我相信黃埔一定會這樣 謝謝委員 說還有什麼感言要講的 剩下一分鐘 好剩下一分鐘 我覺得村子裡面 發展觀光是非常必要的 那周遭的一個停車空間跟我們的大眾接駁 或許也可以陸續的增加 讓來村子的一些民眾朋友們 他們可以更方便的來到黃埔新村 然後更方便的車子開來就有地方停 對這樣子才可以吸引更大的觀光人潮 謝謝我們今天 我們各種是在地創生協會我們的楊舒豪理事長 也就是在我們黃埔現在所稱的村長 我們將來會讓黃埔 飛龍在天 浴火鳳凰 浴火鳳凰 在我們鳳山的鳳 浴火鳳凰 會重生 再現一個新的黃埔的鳳凰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 那也謝謝舒豪 跟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收聽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上網搜尋 飛碟聯播網 南台灣之聲 YouTube直播 UFO1039 按讚訂閱開啟全部小鈴鐺 南台灣之聲IG UFO1039 我們下周再見囉 我們下周再見囉